而镇长林建平指出 台九县与凤林镇中华路口的车流量大 经常在豪大雨时就会造成路面积水 而由于车速都相当快 时常见到驾驶险向还生来避开积水处 因此希望公路局能够进行排水设施的见识 才不会造成台风夜经过的车向险向还生 台风过后相关单位忙着勘灾 而凤林镇中华路与台九县交叉路口 每当豪雨台风期间 就会看到台九县上过往的车辆漸起的浪花 镇长林建平指出台九县与凤林镇中华路交叉路口 车流量相当大 经常在豪大雨发生时就会造成路面积水 来往的车速相当快 时常看到驾驶险向还生避开积水处 每一次强降雨过后在警方生我们都向公路局的反应 一直得不到一个改善的一个回应 那这一次每次又在发生的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昨天雨是较大的时候 现在的交通锥的部分就是它淹水的范围 那现在在重要的台九县的药道里面 淹水那么大影响到运路人的一个行车的安全 那万一那以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之后 那我们责任的厘清 那我们公路局那这一部分就很难去推卸 由于该条路段两侧未设置排水沟 政长林建平也呼吁公路局能够增设排水设施 才不会造成排风月或是豪大雨期间 经过的车辆显向还生 记者迎接风铃阵采访到